又好 各位大家好 我是中華民國民族 其實會副總教你一賽呀 那個 我前天到台中去開了一個講座 那那天講座分享的部分 第一步呢是早上就是講座跟實際操練 怎麼去做一些分享一些訓練的方式 然後下午呢就是他們自主訓練 就他們自己去排課表 然後自己去練 自己去練 開始吧 我跟後面那個小藍衣組 他們兩個紅色衣服也是一組 我們要做的是這樣哦 我要示範一下哦 這樣子的話 他們自己隊成一分 OK嗎 我們看來的給他要幾分 要幾分哦 對哦 哈哈哈哈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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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立在後面了 你們被養住了 哈哈 我們現在打 我們現在打就是發完球之後抽兩顆 對抽兩顆之後對方會放一顆短的 然後我們這邊會練apposh上去 OK apposh上去之後 攻擊球他們打穿越 我們沒有摸到他們一次得兩分 如果我們攻擊球之後的球得分 我們就拿一分 只要被穿越 那一非常就是 只要被穿越兩分 就拿兩分 我們打打11分 OK 加油 多少? 屁啦! 你過後那麼多? 屁啦! 哇! 要不要再看看怎麼叫有效的空間 非常感謝各位 希望你們今天玩得很快 我簡單講解一下為什麼今天下午要用自己訓練的方式 自己排課表,自己訓練,自己管理好自己 因為很簡單,因為你們所有人 之後一定會練到同樣的問題 就是你們到達大學畢業之後 你一定要學會自己去 一定要學會獨立去思考 獨立去跟社會上的人去溝通 這邊溝通可能會有自行的東西 那台灣的教育其實我個人覺得是有點失敗 就是從小到大,所有的教育的方式就是 你就是一定要聽老師怎麼講 然後你都不用自己去思考 但是你一出社會一到大學 你就會開始自己去思考 那你根本轉變不過來 所以我們要透過網球訓練 先去讓你們熟悉這樣的過程 讓你們有更多的機會 讓你們有更多的實際操作的經驗 那基本上就是這樣 希望你們喜歡這部影片 我們今天的影片到這邊結束 我們最近有個抽獎活動 大家有空去看一下我教育發球的影片 有個很大很大的抽獎 所以大家趕快去看 那如果有任何問題呢 歡迎在下方留言 然後你如果喜歡這支影片呢 歡迎訂閱、按讚、分享 然後你們如果對國來一些最新的訓練方式 或者一些觀念有興趣的話呢 我們四月應該還會再開一場 呃... 延期在台北 所以大家有空 關注一下我們粉絲宴 歡迎你們來參加